翻译&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难民问题 我想我们每个人关心难民 我们都觉得看到有些难民好可怜啊 然后我们动了测瘾之心 我们可能援助他 或者我们想说我们该怎么去援助他 可是我们到底该怎么看这个难民问题 他总有一点东西我们可以看 他到底是政治呢 经济呢 文化呢 还只是我们一般的同情 所以今天我想从这几个角度 我们来了解一下难民问题 但你看我们常常在台湾的媒体上 我们对很多事情是浅层的了解 你看难民问题 我们几天讲说好多时候是这个 这个从地中海的南部往北部走 你很多人蛇集团啊 因为你看如果有人蛇集团去引诱你 所以你才会花重金买一个位置 我想穿越地中海 可是不保证你活得到啊 你说明中途就死掉了 所以欧洲人讲说上岸的我救 人蛇集团船我打死他 打他 所以你晓得欧洲本来有一个特别行动队 在海上对付这些难民走私的人蛇集团 而那个行动队的指挥官是意大利人 意大利人是负责什么的呢 意大利人当初是被派到索马利亚是打海盗的 就他有这种经验 打船 他是以打海盗的指挥官来打这个人蛇集团的船 让你人上来 船打死你 下次不要再载人来 所以你说 为什么这样呢 到底哪个因哪个果 地中海北部是基督教国家 南部是回教国家 或者地中海的北部就是欧洲的南部 然后南部是非洲的北部 那大批的难民从地中海南部到北部 为什么会这样 那有很多人不走地中海 他走路上 他走路上呢 那就是走巴尔干半岛 会从巴尔干半岛来 他们到底来干什么 他为什么会这样 这张照片让人觉得非常非常地震撼的原因就是 当年冷战结束的时候 匈牙利是共产国家 那匈牙利跟奥地利中间呢 是有铁丝网隔的 苏联瓦解之后 匈牙利的共产党垮台之后呢 然后或者他们就拿钱子剪开了铁丝网 然后说啊 铁幕就倒下了 当初匈牙利人拿钱子剪铁丝网的照片 和今天匈牙利重新竖起铁丝网来挡难民的照片 你忽然觉得到底为什么一个以前 主张大家不要这样子分开 我们能够打通了整个欧洲 为什么把它隔起来呢 当然很多人还从铁丝网底下钻过来 还是喜欢到欧洲来 你看叙利亚的内战 四年内战 四年内战已经有三十万人死亡 颠沛流离的一千一百万人 十一个million 一千一百万人 国家一半的人口 没办法待在原地 然后他必须颠沛流离跑 往各地跑 很多跑到土耳其 跑到欧洲 那这是怎么回事 当然我们今天要看到 整个叙利亚的问题 我们看到难民问题 但是难民不只是一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这张地图 我们看看难民是从哪里来 我们刚刚看到的是地中海 你看到它从地中海的中部 地中海的西部 地中海的东部 还有巴尔干 这个是亚洲 亚洲还有难民在哪里呢 缅甸 缅甸跟孟加拉交会地方 那边有一些难民叫罗兴亚人 罗兴亚人 缅甸是佛教国家 但是罗兴亚人是Muslim 回教徒 缅甸认为是孟加拉过来的非法移民 孟加拉说 不是 罗兴亚人是你们缅甸的少数民族 就缅甸没有办法安照这些少数民族 所以这些少数民族呢 罗兴亚人也跑 往哪里跑 往马来西亚 往印尼这边跑 这是我们讲的全球都碰到 有这样的一些难民问题 到底怎么看 但是首先呢 我们必须先了解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为什么会有这难民问题 最主要的原因呢 我们刚刚讲过 很多是从巴尔干半岛 或者从地中海南部过来 地中海南部呢 最主要是 这个北非是谁呢 利比亚 利比亚的内战 利比亚内战之后 利比亚政府 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府 两个 然后这边整个生活非常不好 那在后边 整个的这个内战打来打去 很多人就跑 那我们到欧洲寻求更好的生活吧 我们往北方跑 往北方跑到哪里呢 就是到意大利 它画的过来就到意大利 意大利你晓得 意大利本来说意大利好 意大利过来 可是一过来以后 上岸之后呢 发现这些人又开始 欧洲本身呢 有所谓的那么 深耕协定 深耕区 可以不要签证 这意大利进来以后 又开始往别的国家跑 那国家发现受不了 那这边走不了 然后接着呢 就是从叙利亚这边过来 叙利亚呢 内战打了四年 没有结果 没有结果 内战越打越凶 它整个的难民往外跑 从巴尔干这样跑 好了 于是这就是我们刚刚讲 呈现着我们面前的问题 怎么看 我们怎么看这个问题 那首先第一个呢 我们晓得 就欧洲来讲 本来啊 有很多难民 就叫非法移民 非法移民是要赶出去的啊 那难民跟非法移民 到底是同一件事 还是两件事呢 那非法移民呢 后来常常说 那应该可能因为 这个经济的问题 所以他们是来找更好的工作 可能是经济动机驱使的 一种非法移民 战区跑来叫战争的难民啊 那大批来 本来国际上说 那欧洲说我们是不是援助 援助以后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就造成几个问题 第一个 这些人来 他会不会让欧洲本身的资源 受到稀释呢 但是各位 你再往前走一点 欧洲传统上 我们叫做 他是一个基督教的欧洲 但是这些穆斯林 大批的穆斯林进来 很多基督教欧洲就觉得 我们是不是就变得不纯了 大批的大批的穆斯林来 他往好的方面讲 他带来了什么工作的一个 新的劳动力 他往坏的方面讲 他带来新的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种族 不同的语言 而且他能不能融到我们基督教社会 还是说 他最后变得只是一个社会的问题 或者造成一个社会的负担 他们开始辩论 过去想到欧洲呢 他也许很能干 他很厉害 非常富裕 可是欧元危机之后呢 欧洲忽然发现 他没有办法在国地上 扮演一些重要的角色 他内部的事情都搞不定了 而且大批的从南方再来的话 你看从巴尔干半岛来 刚刚讲一个是匈牙利 还有一个是希腊呀 希腊自己经济也搞不好 还要因为那么多难民怎么办呢 意大利欧洲四国呀 意大利经济也不好啊 那我要应付那么多难民吗 所以他们受不了 就开始说我党 开始党 东欧的国家 就以前东欧共产党国家呢 跟这个西欧国家态度又不一样 东欧的国家过去它比较纯化 西欧比较早期 它接受了很多外国的移民 比如像德国 德国有86%的人接受访问 说德国本身 它认为它是多民族的移民国家 但是你可以放东欧这些国家 斯洛巴尼亚啦 很多这些国家 它是在巴尔干半岛北方的这些国家 它们过去是很单纯的 我受不了 它说我不是不要穆斯林来啊 我不要穆斯林来 而且这些穆斯林来本身 我们没有清真寺啊 它说我们没有清真寺 其实这话你也晓得 清真寺盖一个就有了嘛 怎么叫没有清真寺呢 但重要就是 我们没有回教的社群啊 它们怎么能受得了呢 应付不了 应付不了 所以它们担心的是到处跑 到处跑呢 所以当时欧盟就讲说 这样子 那你不要到处跑 你们哪个国家 那你在哪个国家那边先处理嘛 希腊这些国家说不是我们不处理啊 我们也愿意处理 它不留啊 不留它跑啊 跑你晓得你到欧盟去玩 你晓得一旦一个国家签证 你进入欧盟 它里面很多人就不要签证 它们有申根协定 那德国就讲了 那如果这样跑的话 那我们重新在边界要检查咯 那重新在边界检查 那申根协定 是不是就欧洲整合 引以自豪的这个申根协定 是不是就没效了呢 过去讲到欧洲的整个整合 两个指标嘛 一个就是欧元 一个是申根协定 欧元现在做的 大家觉得内部好像欧元有好大的问题啊 尤其很多人觉得我们是不是要脱欧 英国人说是不是要脱离欧洲 脱离欧盟 申根协定如果再这样的变得支离破碎的话 那欧盟 还是不是你所习惯的欧洲那种整合的呢 欧盟以这么有钱的这样的一个地区 它真的没办法处理这些难民吗 但是更重要的是 很多国家里面有右派 当然经济不好的 右派的这些极端的民族主义者 他们本来就是反对非法移民呢 反对非法移民 结果呢 大批的不是非法移民 是难民进来 他们更反对右派势力起来 右派势力 所以每一个国家想 那我是不是能够处得了这些右派的 我的政权能不能维持住呢 德国总理梅克尔 这时候站出来 梅克尔站出来说 那当然这样的 我德国是欧洲口袋最深的国家 我德国是最有钱的国家 那我们来处理 所以德国在讲说 那我是不是接受八十万个难民 就是有好多难民来 我可以用八十万个申请政治庇护的 这个一来以后大家觉得 德国这样有领导性的一个角色 本来德国跟美国几乎是两个不同的国家 也就是国家性质来讲 美国叫做民族的熔炉 德国呢 以前希特勒的时候 他讲到他种族的纯化 曾经何时强调种族纯化的德国 他可以开放这么多的难民 而强调民族熔炉的美国 他是收一万个 角色是不是翻转 可是问题是 你以为梅克尔讲的话 他不是一个好赌吗 他也是赌啊 德国内部有德东德西 德东就是以前东欧的国家呀 那德东的时候我们不要啊 为什么要多难民来呢 对不对 受不了吗 这么多人 这整个社会变化受不了啊 德国梅克尔他的政党联盟 德国南部巴伐利亚邦 是跟德国基督教民主党 南部叫基督教社会联盟 他们是姐妹党 巴伐利亚邦的姐妹党 就告诉梅克尔说 我反对你的政策啊 我反对你政策啊 梅克尔说 哎呀 哎呀那这样子我就收了 所以他开了以后又收了一点 又收了一点 又收了一点 所以在这里面就变得说 到底怎么处理 你晓得所有的人都要来加班 都要来处理这些难民的问题 我们希望和人道 可你晓不晓得 人道里面有这些 引起有社会的冲击 社会的压力 资源的重分配 更何况 还有恐怖分子 还有恐怖分子 伊斯兰国就讲说 他们有很多人混在难民里 到欧洲去蹲点 都想糟糕了 这几十万人来 那在这恐怖分子 那怎么办呢 好 你去想 如果我们今天要处理难民问题 那我是不是从源头着手 源头是哪里 内战 一个是利比亚 利比亚是不是劝他们 变成一个团结独立的政府 叙利亚内战 怎么能帮他解决 叙利亚内战 如果不能解决的话 那问题怎么办呢 解决不了的问题 那叙利亚内战 是怎么回事呢 为什么解决不了呢 叙利亚大部分是逊尼派 大部分是逊尼派 然后呢 他的总统小阿塞德呢 是爱拉维教派 是什叶派里面的小支 叫爱拉维教派 这叙利亚里面呢 就整个的逊尼派呢 他们是阿拉伯之村的时候呢 他们推动民主 他们想要推翻到小阿塞的政府 可是推翻小阿塞政府 可是反抗军里面问题很复杂 我们看反抗军里面 有温和派的反抗军 美国支持的反抗军 盖达组织也混在里面 IS 伊斯兰国也混在里面 那美国怎么援助呢 你晓得在这个中东地方啊 绝大部分的国家呢 都是属于逊尼派 什叶派呢 是主体本上是两河流域 伊朗 伊拉克 什叶派是少数 那什叶派在叙利亚里面 少数是什叶派 所以你说IS是什么呢 逊尼派 那你说基本上我们支持温和派对抗 把小阿塞拉下来就好了嘛 可是小阿塞的后面有谁支持呢 恶国支持 中国大陆支持 反对派这边呢 美国的武器不敢进去 万一进去最后沦落到恐怖分子手里 怎么办呢 所以小阿塞德政府它就晓得 哦 美国之所以没有援助这些反抗军啊 因为里面有恐怖分子 所以我今天如果要炸反抗军的时候呢 我就炸那些温和的 恐怖分子我就留着不炸 只要有恐怖分子存在一天 你的武器就不会来 你武器不会来 我就可以存活 所以伊斯兰国就在这个情况下 不断地做大 不断做大 它现在也对小阿塞德政府 也进行开始攻击 攻击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能不能让它打完呢 国际上正在这犹豫时候 俄国出来 俄国说这样的 我跟小阿塞德政府关系还不错 我支持它 我干脆支持它 我们去打伊斯兰国嘛 我支持小阿塞德政府打伊斯兰国 你美国不是说要打伊斯兰国吗 我们一起把伊斯兰国干掉嘛 那可是问题是 俄国是支持不同边的 美国是支持反抗军里面的温和派对付伊斯兰国 俄罗斯是支持小阿塞德政府对付伊斯兰国 两个站在不同边的 怎么打 所以后来俄罗斯说 你美国没有办法 你拿不出个主意嘛 我来解决好不好呢 我来解决 那美国说 你别开玩笑 你俄国最近经济不好 俄国经济不好的意思 你武器很不够精良 也不精准 你会伤得很多平民 你再打下去我告诉你 恐怖分子会越来越激烈 那个火会烧毁你俄罗斯 而且它更激烈 你解不了这个题啊 俄罗斯说那我们来试试看嘛 我们来试试看 我来做嘛 我来做 所以俄罗斯就联合伊拉克 联合叙利亚 联合伊朗 要打这个2S 联合叙利亚 小埃塞德 什叶派 联合伊拉克 什叶派 联合伊朗 什叶派 对付 逊尼派 可是 这它联合的这些国里面呢 叙利亚是美国要打倒的 伊拉克是美国所支持的 那俄罗斯把这两个都扯在一块 说你们的情报分享一下吧 美国跟伊拉克说别分啊 那叙利亚是我要打倒的 别分享啊 那叙利亚是不行的 伊拉克不行啊 我今天得对付IS啊 那怎么办 大批的人又开始跑 又跑了什么呢 你看中东 于是它解决不了 又跑到哪里 土耳其 土耳其跟叙利亚是连着嘛 所以叙利亚其南部 大批的叙利亚难民 有多少难民在土耳其呢 两百多万啊 两百多万啊 两百多万难民 所以土耳其说 那国际上你要够点援助啊 你要不然的话 我这些难民就跑了 就跑到欧洲去了 要钱 欧盟说我给你钱 你把难民先处理一下吧 可是这里面又出现一个问题 什么呢 库德族 将来会发生几种情形 第一个就是 会不会叙利亚的问题 最终是要政治解决的 因为你反抗军推不倒小埃塞德政府 小埃塞德政府也打不了这个反抗军 所以俄罗斯人为什么进去呢 俄罗斯人一种讲法就是 我今天进去 我如果能支持小埃塞德 能够把这个 把这个IS 把他这个米平 或把他消米掉 那这个不错 那这不错 于是国际上发现 我俄罗斯是有功劳的 那你们因为乌克兰问题 还在制裁我是不是 那不要制裁我吧 我把你IS都解决了 你是不是乌克兰问题 你就别制裁了吧 俄罗斯第一个目的 第二个目的是什么呢 万一到最后呢 国际上说 我们来解决 啊 叙利亚问题 小埃塞德政府迟早也是要下台的 那我俄罗斯为什么跟小埃塞德关系好呢 因为叙利亚有一个港口 是俄罗斯在用啊 那俄罗斯就必须保证 如果将来另外一个人取代小埃塞德的话 那个军港还是给我用啊 第一中海东岸 俄罗斯要有据点 所以当大家举旗不定的时候呢 俄罗斯这一张牌就下去了 看吧 看你们怎么做 看你们怎么做 美国呢 美国在事情上显得非常的被动 可是在外交上呢 我发现美国一直没有起不了领导作用啊 比如说你说在叙利亚问题 两年前当时本来被人发现 叙利亚好像要用了这个化学武器 在对付这个反抗军 于是欧巴马说 你踩了我红线啊 于是欧巴马就各位记得的话 两年前我们大家马上都准备说 我现在要开始要打叙利亚了 大家紧张啊 紧张欧巴马其实不想打 可是话讲满了又不能不打 怎么办呢 俄国出来 都不要打 这样子 我来说服叙利亚 把他化学武器交出来 那你们就不要打了嘛 战争就化解了 一下子俄国这样的主动 叙利亚问题 美国被动 非洲问题呢 西非的一些反恐的问题 谁在对付呢 法国在对付啊 法国领衔 美国被动 美国被动 那整个油价的问题 沙烏大拉伯在那边操控 美国被动 就发现美国在外交上 很多时候它都处于被动 包括中国大陆它亚投行的成立 美国也是处于被动 叙利亚被动了 那被动的情况下 找有人来做头嘛 于是我们发现 路上的难民问题的头 就是德国 那么对付叙利亚问题 有人出来领衔 是俄罗斯 俄罗斯那怎么怎么办呢 可是它不等于都解得了 所以我们现在一步一步来看呢 将来会发生什么事呢 第一个你可以发现 欧洲会改变 欧洲现在正在震荡 它会改变 改变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我们讲的 申根写定 到底还是不是这样在走啊 是不是还是可以这样的 畅行无阻呢 是不是又很多疆界又起来了呢 欧洲的社会 大批的穆斯林进来 宗教也不一样 语言也不一样 生活方式也不一样 文化也不一样 你认为欧洲还会是 你所习惯的 传统的纯基督教的欧洲吗 当然不是 欧洲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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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当然整个中东的变动 一直还在动荡 阿拉伯之村 阿拉伯之村 我们以为阿拉伯之村 会造成整个阿拉伯 中东事业的改变 没有 历史这一页没有翻过去 翻一页 蹦又倒回来了 穆巴拉克 埃及的穆巴拉克 30年的独裁者 下来以后 以为可以民主 换来了塞西将军 又是一个独裁 只有这独裁 才能稳定他当地情势 利比亚 你以为格拉费拉下来 它就有民主吗 利比亚格拉费拉下来 变成两个政府 两个政府内战纷扰不休 大批难民出走 叙利亚四年打不出结果 中东还在变动 所以中东还在变动 这个还在动荡之中 然后呢 欧洲其实还在盘整 欧洲整个经济 欧元经济还没有完全的复苏 只有德国出来领衔 但是欧洲也只是看内部 欧洲在外部的外交上 它没有什么太重要的角色 可以扮演 美国 美国反正要换总统 美国要选举的时候 你期待美国在国际上 能扮演什么大的角色吗 它有什么大开大合的机会吗 没有 没有 俄罗斯 俄罗斯在被制裁之下 俄罗斯有心 不尽得有力 俄罗斯靠着什么呢 石油 天然气 石油 天然气 石油 天然气价格不断地下降 你认为它有多少银弹 它有多少战争 它真的可以打吗 也很难 在世界这样的一个混乱 一个秩序没有建立的时候 大批难民出来 他们也只有自求多福 他们就跑 他们就跑 朝这里 跑那里 到处跑 那跑了以后呢 怎么安顿 什么都定下来 你发现人的性命 为什么命运差这么多 他如果能够不跑 当然不跑嘛 所以他跑过去 他首先要让人家说 我是政治难民 我是被避免迫害的 我今天是一个战争的难民 我不是经济难民 我不是非法移民 首先必须要过这一关 然后才说 能不能让我留下来 都留下来以后 你能不能活命 你能不能安顿到这个地方 你能不能够在这里面 找到你的生存方式 这个都是我们要考虑的 所以我们通常讲说 如果要了解国际政治 事实上呢 事实上每一个事情 它都是全球化的视野 环环相扣 环环相扣 你一定要照世界间的联动 你才能够掌握 整个国际政治 有比较清楚的一个图像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谢谢 谢谢